HELLO,LADYS AND GAMES,我是墨鏡格 看我的影片滿足夠的,有個缺德 歡迎收看今天的八點檔金句 你沒看過也一定聽過 我呢不算是個愛看八點檔的人 小時候很小很小的時候 很愛看那個 灰龍三天 OH NO 哇,好老 年齡暴露 長大的時候呢覺得 嗯,在八點檔裡面很多荒唐狗血的劇情 好,那就不愛看了 但還是很多人買單 隨著這個網路發達吼 那八點檔裡面的一些金句呢 喔,就很容易流行起來 然後甚至變成迷音 真的會讓人想特別針對那一個迷音喔 去看一下原片 到底是什麼情況下才可以講出這種 這麼經典的句子 但是你也知道八點檔一次就是三四百集 這個要追劇真的要變成 追著劇跑 然後呢 我就稍微統治了一下 關於目前非常常聽到的八點檔金句 有一些真的是看著看著就笑了 這些真的是我阿公阿嬤那個年代在看的東西嗎? 首先就是多年前流行的 欸,是啦哈羅 欸,這個,是啦哈羅 噢,是在哈羅 這句流行語呢 可以說是當時非常流行的 就跟那個現在的 鬼趕阿 其實也是前一個陣子的事情的 總之這種流行的等級呢 差不多都是一個top的level 反正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都可以順利接上這一句 死了哈羅 阿鬼趕阿 既然要放到八點檔裡面 必須當初一句台詞 那麼就一定要得改成台語版啊 那台語版呢 直接變成死了哈羅 原句是是在哈羅喔 好,那這就變成一個超級 迷的迷音句子 誰會在台詞裡面加上這句 到底什麼情況下會出現這一句? 稍微查了一下弄出這個口頭談的人 是一個偶像團體的成員 叫做許明傑 他之前都是演一些帥帥酷酷的角色 好像是第一次演八點檔 然後就演一個變壞的反派 那看來他的很多影片才發現 喔,他好像是那種會在現場 萬加戲萬加台詞的人 像是這個寫了哈羅 就是他在現場講出來的即興發揮 然後呢其實他還有蠻多 他自己的freestyle台詞 我看來也是笑笑 然後呢這個寫了哈羅 是出自於那個天之驕傲女 那也因為這一集只做一些比較經典的 所以他其他的freestyle呢 我們就不講了 再來還有更久以前流行的 干曼尼 你知道干曼尼是出自於哪裡嗎? 是出自於台灣龍捲風 不是那個新聞台的那個新聞 好,那說到八點檔最迷因的金居之一 干曼尼絕對是榜上有名 當時看到很多人在分享的干曼尼大選 總共出現了77次 辛苦這個神人 有辦法把這麼多干曼尼剪輯在一起 聽到這麼多干曼尼 聽到好像認知有點錯亂 好像腦袋中時不時就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神秘聲音在我的腦海裡 有點怪可怕 真的是徹底被洗腦 好,那這個干曼尼 雖然說只是短短一句台詞 但他就是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講出來 無論是生氣在兇人的時候 或是躺在病床上面難過的時候 唉唷,一個干曼尼 從生氣用到哪個都可以 太厲害 這句干曼尼 起到了相當的奇蹊效果 這句由干曼尼 甚至被網友搞成韓國曲裡面的一個台詞 當時我看到照片的笑歪 網友的創意真的是太神了 大家最好是不要惹到網友 不然你就變成一個被惡搞對象 那講這句干曼尼的原野 原方程 當然也看到了這這一遍 他之前倒是笑得樂開懷 好像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所有干曼尼 氣息被剪出來的時候 好像也是有點錯愕 有點好笑吧 他除了散賞 我中外的同時也為我們示範了 虧虧許久的干曼尼 我自己也覺得光這一句台詞 要不要拉出情緒 真的是有實力啦 只能說不要小看八點檔 怎麼都是老人在看的 一堆年輕人被干曼尼 掃到之後也開始看見台灣的八點檔 只能說明映的威力波容下去 再來這個經典台詞 如果你會講 我初估應該有個30歲 送你一堂氣油 跟一支煩惱會啦 我再另外多送你一個蛋糕 還有最後那一個東西喔 我只知道送你一罐氣油 和一支翻載貨 我不知道後面還有送蛋糕耶 這個是台灣霹靂火流行出來的 應該說流傳出來 然後變成流行京劇了 好像我在國中還高中 分享這個台詞 不是啊 是不是每個演員都會現場來一段freestyle 然後這句台詞呢 出自於台灣霹靂火 有沒有 年輕人是不是不知道台灣霹靂火這什麼鬼 這個上禮 一趟氣油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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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是被玩到爛的這個名音老梗 不過我現在才發現 真的在戲劇裡面演出的時候呢 不是只有講出這句話而已 因為我看到好像都只有送你一罐氣油 跟火柴 但其實後面還有一句 我另外再多送你一個蛋糕 我剛剛 非常認真的去查了一下 這個流傳中 呃我先講一下 當你一趟氣油 要請你回來會 這個人呢 他叫劉文聰 我看了一下他好像很愛送氣油 跟這個火柴 好笑 然後呢他有一次 像方平的時候 他說的是說 再多送你一個 可以能夠 是送雞蛋糕耶 可以能夠是雞蛋糕吧 好笑 呃這送蛋糕已經夠好笑了 送你雞蛋糕 莫名其妙覺得好像更好笑了 這個壞人呢 常常就是一臉壞樣 莫名其妙講出一個可愛可愛的雞蛋糕 有點意外 相信這句話呢 絕對是這個演員 情人自己莫名其妙加上去的 連劇敢寫出後面那一句 雞蛋糕嗎 我是不相信 總之這句台詞呢 就變成這個劇中角色 劉文聰的嗆人套物 就是超愛送人家汽油 跟這個番宰火的 欸我最近那個酒吧 加了我有一點 荷包可破 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桶酒吧 你那麼多油 送我幾桶好不好 你每天都來我這邊送一下好不好 謝謝你了 我是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啦 他是不是覺得說 前面送汽油跟那個火柴 就夠兇夠閃 所以後面隨便亂接 對方也會嚇一跳 怎麼送你雞蛋糕 對方也聽到嚇到 總之他的那個對手 聽到雞蛋糕沒笑場 我覺得他大概也是被前面那個氣勢 補到一愣一愣的 他可能沒有穿心 聽他講的 喔竟然是雞蛋糕 好再來 北斗爆橘拳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龜山蘋果拳 蛤 龜山蘋果拳 這什麼鬼 這兩個呢 算金句嗎 就會被衍生啦 這兩個呢 都得透過一點戲劇來表演 在夜市人生裡面呢 男性角色在老婆跑掉之後呢 又生氣又難過的 一氣之下竟然把桌上的橘子給捏爆 接著還加碼把橘子給捶爛 看到他難過的表現 整個崩潰的模樣 手上拿一顆橘子高高拿起之後呢 直接用力捏爆 展現的那種難過之心 憤怒之心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那下一秒呢 他的眼淚與鼻涕通通在臉上 他一定是超難過 所以後來他會將桌上所有橘子給捶爛 可不可以放過橘子 橘子是無辜的 除了最近那一個亂告人的橘子 不是無辜的之外 這種可以吃的橘子 擾擾他好嗎 放過他好嗎 台灣真正強的演員呢 絕對不是新生蛋 這種有年紀的演員要演出這種內容還不笑場 我真的是佩服佩服 而要比捏爆水果而另外一檔 夾和萬事心也沒在怕 那這一個的情境呢 是女主角 他叫教訓人 特意在對方前面把蘋果給捏碎 然後抹在另外一個人的臉上 在捏之前呢還大喊 冰冰的 排第一次的局長取名叫做 龜山蘋果拳 果然 三立一直走在最前面 那在2010年就能創造這種超強迷因 這種廢道笑 居心夜之後在八點檔可以看到了 有人很堅信 台灣的八點檔依舊存在 不然想在偶像劇裡面看到這種龜山蘋果拳 是完全不可能的 欸不過 這偶像劇也是挺厲害的 那個 要打去練士打啦 然後呢 就在這上 幹家跳舞了起來 這種 以狗血更狗血更狗血 200倍的狗血劇情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他竟然在台灣的偶像劇裡面出現 同場嘉義夜市人生 Michael 既然提到夜市人生這個Michael 可能覺得他講一下 我都不知道當時夜市人生的編劇是刻了什麼 但編劇算了 連後製特效他都刻了起來 這個情況是不是不太對 我先說我是完全沒看夜市人生的 但是呢 有一些經典劇情 還是會看一下 特別是剛剛那個 暴局拳跟那個Michael梗 一般我們在八點檔看到那種車禍的發生 就是透過剪輯 一個轉煞車 另外一個人倒地 這就不用拍出來被撞到時候的樣子 那簡單的小技巧 但是呢這個夜市人生裡面的Michael 不知道是吃了什麼藥 被撞就被撞 他是直接被彈飛 那個飛的樣子 我不會形容 我不能夠確定是經費不夠 還是說夜市人生故事想要做一個迷音梗 那個時候不流行迷音 所以 反正他就是這樣飛出去 然後飛得非常的 被飛機撞到嗎 到底要有多大的撞擊力道 才可以這樣子被撞飛 重點是 撞飛以後的距離又只有一點點 所以他被撞飛時是飛到一半 突然就變成 自由落體嗎 水質落體嗎 先撇除各種物理學上面的不合理 這個畫面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這就是台灣的八點檔 什麼韓劇美劇 跟我們這個領先世界20年的台劇有得比 少少經費 大大品質 經營得起考驗 我再看了一次 他那個飛真的是超猛的 好像飛機要起飛一樣 往天空直直奔過去 不說我還以為台灣的超人出現了 那雷虹這個老演員 剛好就是劇中暴局權的使用者 同時也支持這個麥克的爸爸 然後雷虹不知道是不是惹到了編劇 愛演莫是他拿著珍奶給小孩喝 結果小孩不喝 還噴雷虹 雷虹大哥來三口啦 彈好籃端啦 最後我們要來開車了 莫金格的梗圖常常出現這個 佳明的味道 這個呢就有點色色 也不算色色 就是見仁見智 在劇裡面的女性角色加木如記 在自己的手上說 這就是佳明的味道 喔喔喔喔喔喔 佳明的味道 各位你看過這個圖 應該啦 應該吧 如果有看我的梗圖的話 你應該看過這個 但你可能不知道這個佳明的味道 是這樣子來的吧 再來是來自於Kanchu這個八點檔區 那從這個木如的色澤 濃濁度再到放的位置上 我很合理的懷疑 這個絕對是為了變成民意 跟合作的一個畫面 不然正常的 正常的人 有些男人早就已經 乖了吧 不是說思想這部分 不是說物理 哇靠 車中車 這車床好可怕 不過呢 正要認真來說 其實是一個在說 跑到前男朋友家偷偷洗澡的劇情 那剛好呢 前男朋友的名字就叫做佳明 所以木如如自然就會有佳明的味道 哇 木如如佳明的味道 其實你的木如如 不是木如如 你洗的這木如如呢 是佳明的木如如 哇 開車中的開車中的開車 這個部分 開得非常的隱晦 哈哈 多重開車之處 年輕的小孩肯定 或者是 你長大 但是你很 可以上天堂的那種好孩子 你可能是聽不懂 那就算 好啦 總之 我們今天先介紹這一些 以前覺得 八點檔這種狗血的東西 怎麼會萬年不敗的感覺 我這樣子 稍微介紹一下 覺得 八點檔不能死啊 不然以後我們笑話 就少了一群有力的這個供應軍 我們這後勤單位是不能少 不然喔 在台灣生活這麼辛苦 少了一些笑料 人生會更難啊 好的 我們這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還有哪些非常經典的八點檔進去 都歡迎留言在影片底下 那我們就 明天見啦 See you tomorrow 掰掰